Scott是因為太愛Stan 才會把他變成喪屍 他只會被不得已 大姨姐, 你最好有心理準備 那些露宿者失蹤 九成九都是Scott搞出來的 不會的, Scott是一個好人 是一個好爸爸, 他不會這麼沒人性 就算是還是阿輝逼他 我不會懷疑他是一個好爸爸 但是正正因為這樣 我更加相信他為了保護他的兒子 真的什麼都做得出來 春姐被人捅的時候 當時雖然看不清楚兇手的樣子 但是他認得一聲, 是Scott 一定是少春聽錯 Scott是不會殺人的 何況那位是少春 他不是以為春姐看到Stan 知道他喪屍的身分 他一時情急之下 就想殺人滅口, 他已經走火入魔了 不會, Scott是怎樣也不會殺人的 根本你對他有偏見 事實勝於雄辯 你是不是愛他愛到瞞了? 他要救他的兒子 就一定要抓活生生的人來實驗 就像當年日本組織 抓你爸爸打喪屍針一樣 難道你爸爸的命是人命? 那些老叔姐的人命就不是人命嗎? 如果你這樣也當看不到的話 你對不得住你肚子裡的寶寶 對不得住辛苦照顧你的Paul 面對現實 他已經不是你認識的Scott 他已經是你了 不對勁, 大姐姐 此地不宜久留, 我們走吧 不行, 我答應Stan要帶他走 要先走你走吧 阿輝, 小心, 他變成喪屍 阿輝, 你是不是很肚餓? 我帶你去古仔裡喝 大老奶昔沒事的 阿輝, 大A姐, 你認不認得? 你不打算咬我們, 你是人 在握著這個信念 你幫不了廢話, 走 阿輝, 你是人 大姐姐 走, 大姐姐, 不用理我 走 走, 大姐姐 你還要犧牲多少人? 華倫是我弟弟 他變了喪屍, 是一筆咬他的 只要我成功研究解喪屍病毒的疫苗 Stan和華倫就可以康復了 你聽我說, 你收手吧好嗎? 不要一錯再錯 喪屍基因是劃時代的突破 他要扭轉遺傳基因 甚至令人起死回心 到時候就不會再有這麼多病 要受到疾病的折磨了 老叔姐是無辜的 如果我研究成功 犧牲幾個老叔姐又算得了什麼? 那些全部都是人命, 有血有肉 他們有說過要自願犧牲嗎? Stan有說過要自願變喪屍嗎? 根本所有事都是你一廂情願 就是為了滿足你在研究上的所謂突破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自私? 我還以為你真是瞭解我 但原來你根本一點都不明白我 是,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為什麼你會變成這樣 那一刻你是怎麼刺手? 小春她知道了 真的是你殺小春 為什麼你要殺他? 她是我們朋友 為什麼你又想殺小春? 我還以為她看到Stan在我 被Stan有事後 做什麼都為了兒子, 我無法選擇 她很恐怖 你還有多少人瞞著我? 那你呢? 你帶馬華倫來是什麼意思? 你想我死? Scar, 為什麼你會變成這樣? 你明明知道日本人搞你的病毒研究 害了我瑜伽三代人, 搞得家破人亡 為什麼你還要這麼做? 你不要再害人了 我求求你, 你不要再這樣好不好? 閉嘴, 我現在救人, 別害人 大希致, 你記得我嗎? 你記得我嗎? 我和你在山廳, 到底在營火床 請人節, 我們在餐廳吃飯 你還唱歌給我聽 爸爸被人暈倒在日本這麼多年 想不到汽車還可以這麼爛 我想起一個外國案例 有一個一百磅的女人 為了救自己的女兒 竟然可以撐起一頓重的私家車 所以說父母在子女遇到危險的時候 往往可以發揮了超人的力量 難得可以一家團聚, 又快抱孫了 劍叔無論如何都不會讓A姐有事 我怕華倫和家姐出事了 那放心, 我看GPS的定點 他們還在動 沒人的東西無論如何都還沒死 但是問題是 他們圍繞著一個電話一走來走去的家 無論如何都好, 還是你聰明 懂得在他鞋子裡裝個追蹤器 他去哪裡呢?我們又跟到哪裡了 不是吧, 以逢萬一在你們的鞋子裡也撞壞 幹什麼?中彈嗎? 冷靜…這個聲音應該是爆炸的 還可以新換的 上邊? 古仔, 答應我 不過, 無論如何都不可以死 幫我照顧大A, 照顧師妹 還有幫小春練法做人 什麼意思?你這麼說什麼? 上邊… 幹什麼? 我… 放手, 你要帶我去哪裡? 這裡已經不安全了 組織已經派了人接我們走 不行, 我不能丟掉華倫在這裡 閉嘴, 這裡不到你作主 我求求你, 你給點奶昔華倫喝吧 我研究的喪屍已經全部變腫了 就算被人腦給他吃都沒用 他們一失控, 看到人就咬 是你害死華倫的 組織已經下了命令要消滅魚場的兩父子 你除了跟他走之後 根本沒有其他選擇 我寧願死也不會跟你走 我這輩子也不會原諒你 你別這樣 就算你不想自己也想想我們的嬰兒 我不會讓嬰兒出生的 我抱著跟他一起死 你真的這麼討厭我? 我不只討厭你, 我想你死 好, 我要你自己選擇 好, 我要你自己選擇 好, 我要你自己選擇 我來買一買 不要 我怕你, 你怕嗎? 人都死了 有什麼怕?你呢? 糟了, 剛才泡了海參, 忘了換水 你怎麼這麼安靜?一個人都亂 有點不對勁, 要打起萬二婚禎 好似是環霸的聲音 環霸就在這裡, 怎麼辦? 不得受死, 一定很多吉小 糟了 不斷撞發, 一次過衝出來 多少子彈都不夠事, 絕對 糟了 是重職的人 你上來了 大家撿拆 糟了 阿板, 弟弟 阿板, 開車 阿板, 開車 他們已經一早商量好慘 不想再為何人家